大家好 今天來到李永聰風水命理節目的時間 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命運的真相9 之前拍過八集 一至八 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命理的重心 核心的內容和原理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講風水改運這件事情 這個我擺明是自己賭自己米的 我要跟你們講一聲 為什麼呢 我想跟大家講風水改運並不是萬能 坊間其實很多人很多時候會過分地吹噓風水改運這件事情 好像你的人一叉 改完風水以後來講 你就可以脫胎換骨 由窮變富 這樣的情況 但其實這個是不是真相呢 我想跟大家講 不是這樣的 整件事情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其實風水是一個什麼來的呢 很多客人都會問我 師傅 你幫我批了八字 都挺準的 那我報風水 假設我今年流年 你批了我的財運不好的 那報風水又可以有多少改善的效果呢 那我就要跟大家去講一講一個 我用一個 家企單位去做一個例子 就給大家聽 什麼叫做風水的效果好嗎 那純粹是一個 用一個隱喻的方法去代表 好了 那現在假設了 假設 細心聽了 假設你這間屋是一千尺 OK 那就是一千尺 一個單位 好了 可能你的房間就是兩間房 這樣 這樣 那這間屋呢 這個單位 一千尺 實用面積一千尺 你這間屋 這個一千尺 你不能改善的嘛 這個一千尺 對不對 你現在買了那間屋 就是一千尺實用面積 那你可以說 師傅 不是啊 我可以僭建這間屋 沒錯 你僭建之後 你就有法律效果的承擔 你有機會被人罰款要告 你最終都是要被人去還原一千尺 那就是說這個一千尺呢 其實 你 買了一千尺就是一千尺 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你的命 你的命 就是我們所說的 八字 或者你的紫微斗數 OK 總之就是你的 格局的 限制 格局的限制 那麼 找我批命 拿出你的年月日時間 排你的八字 紫微斗數 諸如此類 然後分析 你的八字裡面是屬於 平民格局 小康之家 中產人士 或者是有機會發達的八字 這個就是格局的高低 這個是你的八字 一出生的時候 如果你相信因果 你相信輪迴的話 這個八字其實就是 我是說你 上世 前世 再前世 for sample 所有的東西 一個綜合的成績表 我今世投胎的時候 就拿著這個八字裡面 我要去交差 我要去承受這個業力 OK 這個是沒有得改變的 OK 好了 但是 大家都是一千尺的屋 樓價是否一樣呢 喂 你又是一千尺 我又是一千尺 你覺得你層樓和我層樓的樓價 會不會都是一樣呢 好了 如果譬如假使之間 你的一千尺 喂 你是在什麼 半山區 OK 半山 那我的一千尺 我的一千尺 就是 平民區 譬如是深水埗 就是比較平民的區域 深水埗 深水埗區 深水埗區 那你覺得 你的樓價和我的樓價 會不會一樣呢 是不是一定是不同的 你在半山的一千尺 那 可能要幾千萬 那我在深水埗區 有個一千尺的舊樓 可能是千多萬 可能你貴我一倍的 這個就是地區的重要性 是不是 地區 地區 地區的重要性 這個 就是 經常所說的 一命二運 的移運 這個是 一命 這個是移運 移運 移運 即是地區 就是 等同於 你在香港 做過 管理人 在香港做管理人 可能你月入五六萬人工 去到移民 去到英國 可能只有三萬元 就要購買稅 是不是 為何人工會有不同 大家都是同一個身份 因為地區不同 這個就是移運 好了 那最後 大家都是一樣 所有的東西 好了 你 是一千尺 我又是一千尺 大家都是半山 這次大家都是半山 但是 你就懂得找一些 很top的室內設計師 有個室內設計 去幫你設計一間屋 用盡每一個空間 那我呢 就是 隨便 放架子 你就找室內設計 去設計你一千尺的半山樓 是不是 可以整到富麗堂皇 用盡每一個空間 所以你擺的東西很多 那我就不懂得裝修 我亦都不想找室內設計師 隨便在 傢伙店買些傢伙 自己擺了幾個櫃就算了 那我裝的東西 一定是沒有你那麼實用 對不對 這個 就是風水 等同於 OK 這個 其實就是 空間的運用 其實就是等同於我們所說的 一命 二運 三風水 這個就是等同於我們所說的一命二運三風水 這個是一個比喻 比喻整個人生的 我們所說的命運是由什麼的組合造成 就是你的 八字 八字這個五行氣數去決定了你的格局高低 但是究竟你可以有多少層樓 你可以找到多少錢人工 這個不是你的八字全部決定的 要看回你的地區 大哥 難道你在香港的人工和英國的人工會一樣嗎 難道你在英國的人工和非洲的人工會一樣嗎 不會的 甚至你在中環上班和你在九龍上班 你的人工都不會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二運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二運 配合你的八字才決定到你的身家地位 最後 風水佈局 可以對你有多少成的助益 它就好像一個裝修師傅那樣 幫你 盡量發揮你的空間 但是這個風水 都不可以脫離一命二運的限制 明不明 所以為什麼風水會版第三個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風水只不過是 你 本身已有的條件 將它去 加強和 減弱 令到 這件事運用得好些 只是 好些 好些 比如假如之間 你是一個 本來就是美女來的 可能你本身就像鍾楚紅 知不知不知道是誰是中楚紅的 你本身已經很美的 加一點化妝 一點衣著 趁得起人 已經很性感迷人了 但是如果你 本來 就不是一個美女 本來是 屬於比較 醜樣的一點 就算你天花龍鳳搞到你都漂亮極有限 這個化妝這個部分就是風水 風水是幫你感上天花和雪中送炭 所以風水改運不是萬能的 大家不要經常聽見人說 就覺得風水師是萬能 經常很喜歡說一句話 你風水師那麼厲害 那為什麼你不幫你自己發達 你要幫我這樣的情況 因為風水其實不是萬能 風水是要你有這樣的格局 有這樣的地區 再加一個化妝的技巧 去將你這兩樣東西盡可能提升 而不能夠無中生有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風水觀念 也是一個我們要學風水的人 首先要知道風水的限制 你就會走火入魔 很多人呢 學風水是會學到走火的 他以為自己是神能一樣 只需要來說 轉過床 就可以改善不同的關係了 明明夫婦日吵夜吵 一轉了床位 突然之間就很恩愛了 對 風水是有改善的作用 可以令到你喊少了膠 但是 你是不是可以跟對方 由關係很差變成關係很好呢 都要看你們兩個的八字 那個雙甲的情況 而不是可以無中生有的 你今年工作運很差 失業 因為疫情 通關的問題 失業 曝風水可以令你加快找到工作 但是 可不可以找到一份人工地位 你都滿的工作呢 是未必可以的 因為都要視乎你的八字 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去決定的 那這個就希望大家 就不要過分迷信 那我又要拿一個例子跟大家說 那這次有少少政治成份 那大家客觀地去聽我講這句話 那在2019年呢 香港呢 就有這個社會運動 因為這個 逃犯條例這樣的情況 那當時就分了一個 藍絲和黃絲的一個爭拗 大家記得嗎 2019年 好了 那當時呢 有一個集團 賣蛋糕那個集團 賣麵包那個集團 美什麼什麼集團 OK 那大家知道就算了 美什麼什麼集團 賣蛋糕那個 就是因為 有這樣的 藍黃之爭 那生意呢 在2019年的下半年 逃犯條例之後呢 就一落千丈 那 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在2019年的年初 未有這個政治問題的事情來講呢 他們那些高級餐廳呢 是大排長龍的 生意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為什麼要去到下半年之後 生意一落千丈呢 純粹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已 OK 沒有其他原因的 因為他們的風水 同一年的流年風水是一樣的 他們的門路開的門收的氣 全年都是一樣的嘛 那為什麼風水會由上半年很旺 突然間下半年會差呢 這個就純粹是政治因素了 這個政治因素就歸立為 移運的問題 那一刻的社會形態 那這個就不關風水 可以能夠扭轉得到的事情了 當時就算你報什麼風水局 它都會差的那件事的 明不明啊 這個就是所說的一命而運三風水 給大家再多一個例子 去理解我所說的話 OK 大家可以平心靜氣地去理解一下 我所說的話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制的 OK 不是萬能的 我們不是神仙 也都不是神棍 所以我們是不會有百分之一百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定成功很厲害 我們是不會這樣吹虛自己的 全部都是好像一個 普通的一個專業人士那樣 所有的事情都是 逐步逐步去解冊分析 盡量去調節 而不是萬能 那我希望這件事大家 作引以為戒 好嗎 這一集的命運的真相狗 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那師傅下一集會說些什麼 下一集要跟大家道歉的 那下一集看看我跟大家道歉些什麼